開始整條了 近五時間台南精選在地特色名產 與美食優質店家 到台北知名百貨宗孝館涉攤 讓民眾就近體驗台南美食魅力 台南市長黃偉哲也到現場推廣好味 首日跟特別企劃古都俯城四百風華宴 由台南米其林必比登推介餐廳 東鄉台菜海味料理的大陶塞 及竹心居的雍貝兩大主廚操刀 讓北部民眾也能吃到原汁原味 道地的台南伴桌美食 尤其近年是台南四百 我們除了在年初舉辦台灣燈會之外 在現在五月底的時候 二十八號開始八天 總共能夠來行銷台南的美食 非常感謝SOGO能夠支持 我們台南的美食文化 也能夠讓許許多多的店家 把最厲害最優質的產品呈現給最厲害最優質的消費地 也就是台北的最優良最好的消費者 台北市的消費者 那這些不僅是鮮果而已 很多都是非常好的這個 大家能夠不僅是快日人口 而且是非常非常喜歡吃的 那今年更是突破以往 舉辦了兩場的這個台南美食半桌 半桌 每一場七桌都已經早就秒殺了 沒有吃到沒有訂到沒有關係 你只要來台南就知道 那所以說很希望大家來SOGO12樓 走走逛逛看看吃吃喝喝買買 都非常的適合喔 保證讓你這個滿意滿滿 而且這個嘴巴也吃的 手上也拿的 然後還可以帶回家 那歡迎來到SOGO品嘗台南美食文化喔 以半桌來講 事實上台南的米其林入選跟米其林必比登 總共加起來是623家 如果你每天三餐都吃米其林的話 那一天三餐那你要吃21天 總共三個禮拜才能吃得完 當然你可以一次 你可以不用一次吃 你也可以分好幾次吃 而且你吃的好吃 想一次再吃 來台南通通沒有問題 在去年的時候呢 我們在這邊辦台南部產展 當時候市長就有跟我們相約喔 今年是台南400年 我們還要在台北的忠孝館 我們說過忠孝館呢 台灣呢是有名的百貨業的貧孝王 最好的才能夠放到這裡來 那麼最好的台南 當然就是在我們這邊 連續四年 每一年都獲得 我們消費者最高最熱烈的期待 市長你知道嗎 我們去年台南部產展的成績 能夠比得上一個韓國展的成績 你想想看 台南生夠讚 那跟各位報告 我們真的很開心 今天我們看到市長又率領的團隊 來到台北 那今年我們很高興台南四百年 把台南古都的魅力 整個搬到台北來 今年台南四百年的核心價值 我知道叫做 一起台南世界高威 對不對喔 真的是 又有在地的傳統 又有國際的胸懷 而且台南有個最棒的行銷大使 就是我們的韋哲師長 我知道今年三月才剛剛到東京 去推廣台南的這個好物 然後呢上個星期 我們總統的就職典禮呢 也是在台南舉行 我們的地主韋哲師長 又是要負責招待各國的嘉賓 那所以很高興我們四百年的這個 特別的台南美食文化節 在我們搜尾舉行 市長就親自帶著我們師傅團隊 還有台南桃園過來 我們可以感覺到 市長這個滿滿的活力 鑽台灣 世傑招套套 帶著大家來行銷台南 百貨十二樓現場 匯集台南在地人氣名店 包括到台南必吃的食物與料理 老闆手工現場製作香味撲鼻 還有伴手禮名產 鳳凰卷等 外皮酥脆 內餡吃得到濃香肉鬆 這些特色美食在台北都能吃得到 它的餅皮平常像蛋捲 可是比蛋捲更薄脆 那經過我們五折之後呢 吃起來的口感是酥脆口感的 我們這個其實已經做七年了 那它是澳門的特產 可是我們引進台灣之後呢 我們用我們的材料 跟台南在地的食材做結合 像我們的餅皮用的是紐西蘭胺 加無水奶油跟土雞蛋 那裡面的食材呢 我們有西港農會提供的西港災季芝麻 大灣的花生 然後將軍的牛磅 它是用牛磅的纖維做團的牛磅 這些呢跟我們在地做結合 我們覺得相當有意義的 其實我們家是六代人養女 到我的時候 因為我是第五代 我女兒是第六代人 我們是基業啦 只是說我們在台南的陸爾門 通常私木魚有的人說學家比較好啊 有的說北門比較好 一個地方一個地方的水質都比較不一樣 它其實我們是比較更靠寒 因為陸爾門 我們的優勢在哪裡 正成功進來的時候 就是推流行起來那個私木魚 我們家剛好就是在它登陸的地方那邊 它從阿嬤 阿祖 泰祖他們那一代就開始養 只是慢慢傳承出來 活動期間祭出多重優惠活動 除了限量打卡禮外 當日累積消費滿額急增消費禮 還有機會抽中頭獎香格里拉雙人住宿券 iPad 10 生活小家電及台南特色物產等多樣豪力 邀請大家感受台南的美食文化魅力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掌聲